彰化其实呢也让人担心 最新的消息 麦葡萄家族现在又多了一名确诊者 您看到在案1474案1345 这个是副根本的部分 现在在接触之后 外孙也染疫 就读了班级已经停课了 另外一个重点 您看到这位是麦葡萄的 这个妇人5月8号当天 他曾经来到花坛喝喜酒 当时在全国立元大饭店 在这边人数很多 1300个人 同场确定同桌三个确诊 因此也已经匡列了 有1300人 好前天晚上医院 大家都想要来筛检 但是直到深夜 人潮都没有散 再有百人来到这边进行快筛 有民众等了两个小时 忍不住了 甚至还爆发了口角中途 棋验会管停车场 变成临时筛检中心 要消化100多名棋验工作人员 大家依序排成好几列 因为5月8号当天 卖葡萄妇人参加喜宴 目前确定同桌三人确诊 通常1300人 要说不担心是假的 一定遇到状况了 现在公司都停摆 而且尽量不出门就好 业者说会馆里里外外 已经重复消毒再消毒 加上婚宴会馆三层楼 独立厨房和工作人员 照理来说不会交叉感染 而卫生局前一晚 紧急发布当天1300人自主管理 假使出现症状立刻到院筛检 没想到新闻一出 医院前立刻涌入上百人排队 起点等到半夜11点多 人潮未散引发怒火 他在新闻上面都没有写说 明天终于才开始 所以才会这么多人 我们不是叉号 我们是很早就来 我们还在这一天很早的 民众心急 但医院临时人手不足 无法消化 难免情绪性自演 另外彰化万华家族 有确诊国中生传染给同学 全校紧急停课两周 彰化成了双北之外重灾区 目前确诊人数15人 有家长不满 彰化县政府并未针对相关校园 采取停课措施 但对此县长王惠美只说 风头上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自主管理有症状再筛检 如今疫情大爆发 混乱之际只能多多体谅 长期中部综合报道 好看到彰化呢 除了葡萄盘商家群聚感染之外 还有两大的群聚 因为葡萄盘商的妈妈跟女儿 刮痧 请人刮痧 导致刮痧业者也被感染 5月10号发便隔天 哈哥两个友人同车出门 友人因为没戴口罩被感染 匿名确诊之后再传给妻子 导致这个个案是有三个群聚的部分 另外还有呢一大家族 你可以看到这个群聚是从万华南下到彰化来庆祝母亲节的一家人 他们在5月8号跟岳父岳母来聚餐 接着再到岳父的表姐夫家来喝茶 另外还有侄子 这个小朋友也受到感染 而这个小朋友您可以看到 他就是就读在张泰国中 在会考之后 另外一位同学 现在有两名的学生确诊了 所以张泰国中全校将会停课到5月30号 现在张化县长在昨天晚上也宣布 因为这两名确诊 所以全校是停课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现在的万华病毒 带进了张化有三大群聚 并且校园也是拉起了警报 而另外在桃园的部分 16号桃园新增了两例确诊 但市府没有公布足迹 因为他们认为说一切都是在掌握当中 拖了一天之后 在今天才决定要来公布 公布之后大家一看 下坏了 有连锁卖场 有超市都在里头 民众很傻眼 怎么不自一时间公布 现在桃园市府王补牢 未来每天下午三点钟 会视情况公布足迹 清洗车在桃园市区来回大动作消毒 疫情升温全台拉警报 17日一早桃园再次进行大清销 但锁定的区块 竟然是按1203狮子会前会长的足迹 新增个案的足迹 却拖了一天才公布 市府防疫会议17日 终于公布了四例确诊 最新足迹 包含桃园博多艺 大都会公车937号 和全联内林长春店外 还有城市汉堡 平整岗山羊肉 东岸国中外面等地和贾乐福等等 前一天才说可以匡列不公布 隔天市长却打脸自惊 有涉及风险较高或群聚的 这个部分公布 时隔一天却180度大转弯 百姓都看啥了眼 病毒宗社区眼照是校园 不少学校都公布停课 桃园南侃国中和南美国小宣布 17日起停课至30日 桃园也会跟着新竹县市同步 国久和高三升 28日前都可以请假 不用到校减少接触机会 疫情越演越烈 现在连桃园地区也沦陷 市府公布足迹慢半拍 恐怕只会让百姓们的恐慌越增越多 记者楼志展昭 佩与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